今天講台灣跟海外不動產為什麼會大PK 因為台灣的資金 我舉個例子 2014年國泰金控包括富邦金控 連續兩年去買英國的不動產 就是半東大樓 它頭暴力五六趴 所以資金光國泰大概出去四百多億 那富邦 包括最近中信也好像在泰國跟一家大公司合作 所以資金往外走 那資金往外走是好是壞呢 那我們在座的董事長 最近台中有兩個豪宅案 最近後天要公開一個新一計劃系的超豪宅 對不對 那右邊這個創意家手頭上的個案 二三十個 二三十個跑不掉 所以今天在座的都是多頭 多頭 那這邊又左邊這邊就是泰國的開發商AP 那有點像台灣的國泰建設這種公司 推了很多酒店是公益 但是都是也有豪宅 對 那他們來台灣就這樣搶錢啦 但是搶錢就是說 但是錢出去的時候 因為台灣有三十幾兆的 三十幾兆的錢存在銀行裡面 那這些資金要有出處 那利率又太低了嘛 但是台灣的正經環境我不是批評 就是說正經環境是不是友善 你說最近台北市土地公告限制調高四成 我那天就是昨天在101碰到發言人 那發言人跟我講說 哇他去年稅後已經二十幾億 假如調高土地公告限制調高四成的話 他要被去掉三分之一的獲利啊 三分之一的獲利 但是他沒辦法行政嘛 所以土地公告限制調高一年調高四成啊 那房屋稅再調高尤其是台北市的路段率 台北市有一些豪宅像松江路的 包括一些豪宅 這個房屋稅高達五十幾萬 甚至有的接近百萬 一年百萬的房屋稅 當然KP政府其實有從善如流啦 這個要調降這個 這個所謂的路段率的房屋 所以從1.2到3.2要降下來 但是議會不會通過 但是就是民粹 但是就說啊通過就是啊呀 又土地建商又是什麼東西 扯不完 但是我們就回歸市場基本面 台北會談到329 329最近 我想台北王董 包括董事長 最近來人 呃成交的大概狀況 會請來分析 那海外這邊就會談到 因為海外不動產老實講啊 你這個五隻手指加五隻腳指 啊這個是算不出來 算那個全世界的國家 現在跑到台灣來賣房子 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昆斯蘭 對不對 柬埔寨、越南、包括泰國 包括最近的杜拜 都不知道吃不了 所以通通在台灣賣 因為台灣的房仲來講 現在沒有成交量 啊影響我覺得影響比較大 這開花商可能就是 可能減量經營推出 最多可能回房淡華 比如台中也是淡黃區 台北淡黃區 那接案的 待會我會請教王總 是不是也回房到北台灣 淡黃雙北市為主 好 那首先 我大概就先從這個政經環境 來先問問董事長啊 台灣的 大家 我們就期望 520這個政府之後 是不是 剛才記者又問到說 欸這個 當然 可能會做局部調整 其實 新政府有在做局部調整 但是 假如還是民粹 說啊這個 路段率不能調高 就講 有人住天母 天母華部 附近的路段率 調高三倍 那 那房務稅假如 要繳百萬的話 那今天乾脆去住 去幾半天 我個人的看法 我認為當然你住一個好的品質的房子 那個好的路段的房子 那個好的價格的房子 你當然要多講房屋稅 那個比較舊的房子 比較那個以前蓋的房子 比較差的房子 你的房屋稅當然是要比較輕 因為相對比起來 你的價值是比較低的 對 但是如果是說 把房屋稅設定說 這些舊的房子 譬如說只要繳五塊房屋稅 可是呢 新的房子 好的房子 你要繳二十六塊 你要繳三十塊 相差二十倍三十倍 這個樣子已經變成不是一個 是說是 住豪宅人比較高的稅 而是說 你要住豪宅人 你是犯罪人 你是不對的 因為這個是一個 你逃稅頂多的是罰兩倍 你沒有逃稅 你拿你納過稅的錢去買好的房子 要去繳二十倍三十倍的房子 這個是一個處 所以 有些人覺得是說 我去住一個好的房子 我是被這個社會制裁 被政府制裁 這個在心態上是說不過去的 所以我並不是講是說 那個住豪宅 你需要繳的房屋稅 是要跟那個三四十年的房子 繳的稅是一樣的 但是要合理 合理 最主要是追求合理 你合理的稅 你要收一百億 大家都應該講 可是如果不合理的稅 一塊錢都不對 這個我想是 我想要表達我的意見 所以 其實全世界都一樣 我覺得金市長頂端 這個 這個所謂的豪宅部分 今天 我想舉一個數字 台灣的上市上位建商業 上市上位不是建商 上市上位 上市上位公司有一千五百多家 後面 這個有統計 百分之八十都住在台北市 而且身價都是十億以上 就上市上位 比如說老闆負責人 董事長 他身價沒有十億以上 他怎麼可能上市上位 所以十億 他去買 所謂的 台北市的 我們說高端住宅 但是 你變成去排富的話 我覺得 那是不是把錢改走 最近周杰倫買了大安區 磨洞大樓 我不講哪個案子 對不對 那他七點多餘去買了 對不對 那你希望說 他把這個錢去買 國外的房地產 還是要讓他留在台灣去買 他覺得品質好的產品 因為舊的豪宅 其實有些所謂的樓梨板高 這個高度都不一樣 當初什麼三米 三米 因為撒水龍一直掛掉這兩米多 現在大概四米都有 因為你掛掉撒水龍多 變成三米 就有這種高度 而且地震之後的 那個建材 我想 其實也進步很多 對 所以剛才 董事長講到這個 所謂的這個 我認為是對 就是政策 政策面應該是 從三不九 太over的部分 就要去修正 所以我就講 奇怪了 政所稅都可以 立法院廢除 當然也有同學講說 房地產 這個 建築會說 那 房地產也可以廢除 是不是 房地產可以廢除 鄭家所 因為選舉 就可以廢除 那房地產可以廢除 問題是 現在沒有選舉 所以 那林青龍副市長 我們在鑽訪的時候 也有談到這個 所謂的 他講兩個議題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路段 要 要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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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議會會通過 民意的問題 這個 他也很無力 就是都庚的問題 好 那 暫時我就把這個 丟到 王董這邊 三二九塔 你們現在的工地 來人 普遍來講 大家你們很多案子 也有手 手購的 也有放課程的 也有所謂的 所謂的高端課程的 所謂的金字塔頂端的 這個豪宅機的這種 這個三個產品 目前的來人 當然在上個月 央行調價 把這個信用管制 解除了 最近的 感覺怎麼樣 確實 陳德烏指示人講的 可能大家都有感覺到 如果去到工地 因為有那個 那個 那個 央行總裁有 降利率 以前他是 一直在打房的 現在的態度是 不打房 而且不只不打房 可能往開始要 以政府的態度 以央行的態度 是要放利多 這是央行的態度 再來就是 上禮拜 也有那個標 三面路跟南京東路 一個土地 如果以前 可能你標的出去 已經不錯了 現在變成有五個 建商搶標 再來議價還二商哥斯 這一個訊息 台北 你真的要一個 樹地 那是兩百多米的樹地 而已 就取得很困難 所以大部分都要都更 都要和建 那個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取得非常的困難 再來就是央行這樣的行為 建設公司也發現了這個行為 這要搶標了 要標售順利 消費者也會很敏感 我發現你買一部車 買很貴的車 你開一開讓它便宜賣掉 你認為很正常的 你買一個房子 讓你幸福健康 而且又安全 安全很重要 因為台灣會地震 結果你聽說耳聞而已 說它會跌價 你就不買了 我也很好奇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房地產都把它當作那個 投資工具 不只要自己用 而且要保證賺錢 不賺錢它就不買了 其實我是認為 觀念應該要 第一 你要住一個安全的房子 我是感覺政府沒有 你看大陸工程訴求都是安全 最基本的 當然要蓋得很漂亮 那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你要蓋得很漂亮 要加錢 如果最基本的安全 台北市大部分六成以上都舊房子 921的時候 政府的之前 政府的抗爭係數是0.18 921之後是0.24 現在我們建設公司在蓋多超過0.24 所以地震來的時候 你住新房子是安全 我們老百姓都說 我沒錢買新房子 這是政府的問題 政府的態度 他把那個地段 那講實在是亂搞 剛剛張董也講了 那實在是亂搞 因為你要把它健全 讓舊房子把它更新 讓大家不管你有錢沒錢 都住到一個新房 住到一個安全的房子 你比較消費得起的話 你當然就花更多的錢 就像你買車或是飯店或是餐廳 意思是一樣的 這社會本來就是一個架構 所以確實現在政府開始 新的政府要上來了 也知道只要把經濟弄好 一樣他就會繼續執政 他如果還在搞那個國務儀象要移哪裡了 那可能四年後大家又拚鬥 所以現在的新政府 我們也不講說是藍綠什麼 只知道說一定要把台灣的經濟把它弄起來 因為大家都知道以前的陳水扁八點是做的大家不滿意 才有馬英九 馬英九是做的大家很不滿意才有蔡英文 並不代表蔡英文做得很好大家選他的 所以我們希望現在的政府一定很努力 那像我們的 我們如果從商來講 我們也是很努力的 意思說我們老百姓也都很努力 希望可以安居樂業買到一個好房子 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很正向的 我不是說房地產就要開始大賣或是要漲價 不是這個意思 比較正常的觀念 你有需求的人你就買一個好房子來住 董事長 我追問你 現在就只要這一檔三二九檔 當然推薦那樣網格局板 最近的來人成交有沒有增加 當然一定有了 因為消費者是很敏感的 現在消費者比我們還敏感 因為我們是在關注我們自己的案子 消費者關注全部的案子 他跑得比我們還寧 所以消費者 所以我一直強調很奇怪 他買個車子會跌 他都買來開了 買個房子聽說會跌 他就不買很奇怪 而且他還住舊房子 這應該要住一個安全的房子最基本的 就你們目前的二三十個案子來看 目前開發商有從善途流 讓房價這個軟著陸 就是所謂的軟著陸 當然我們說這個不是什麼 但是現在只有購物者出價 現在消費者比較不會亂出 現在消費者比較不會亂出 如果以前一陣子他亂出 你真的要賣他他也不買 再來他亂出 你真的賣他是會買 現在他比較不會亂出 因為他資訊很透明的 而且很敏銳的 消費者的那個要不要買他也是很敏銳的 他不會跟你開玩笑的 他要買就是要買的 所以現在最近的來人來電 來人來電 包括這個成績度也會比較少 反覆的往上走 我會組織了一個問題說 價錢呢 你看那個土地要取得很困難 而且還要溢價 所以消費者很敏感說 他如果要再殺下去 那業主怎麼賣得掉 怎麼會使得賣 因為賣了他也買不回來 所以也會比較 所以這整個市場在比較 也不是跟一個業主在比較而已 這整個市場 這是自由經濟 所以雙北市 我們不要說這個蛋白區 維蟲化區的 他的土地目前基本上好像還沒有 只要攻擊不多的地方 那土地你要取得是很辛苦的 價格 董事長 你覺得最近 你台北市包括台中市的這個土地價格 有沒有下來 台北市根本沒有土地 沒有土地 連個土地都沒有 你攻擊都沒有 對啊 所以如果是說 要怪台北市的房價會這麼那麼高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 台北市的土地 並沒有土地可以攻 因為絕大部分的土地都一定要度更 那你知道台北市的度更是非常非常的 所以台北本市是沒有地 土地根本就又貴又買不到 沒有 所以當然房價 那董事長 你們後天要公開的這個 那個土地成本多少錢 那個土地成本 大概 大概 那現在市價 現在市價 現在市價 所以可以講 現在市價大概 多少 大概在他現在買不到 我們買的時候 大概三年前買的是 一瓶八百多萬 哇 那個都有公告 那個都有公告 那後來我們買A7的時候 就 因為有加上新舞台的負擔 所以大概 應該六七百 中性那種 對對對 但是他的容積比較高 對 所以新一計畫區 其實開千萬 一瓶千萬的應該很多 但是因為經濟大 也根本上不賣 對啊 就是這樣 可是新一區也沒剩下幾塊 對 也上次董事長 三教育的都更這個 我說三天三夜他不完 對不對 你這個公辦都更 這附近就是中 我講中 松山里中這個就弄不完 對 這個土地台北市取的 根本就沒有下 這商想買 但是買不到 就是這樣 好 台北市不像其他的城市 譬如說我舉一個例子 我說台中 台中他總共有19個 大概19個20個重化區 所以他都一直往外發展 一直拖一直拖 台北市沒有地可以重化 沒有新的地可以重化 舊的房子又沒辦法拆 所以當然就沒有土地 沒有土地地價就會拉高 你地價拉高的話 那當然房價就會更得高 這個是一個邏輯 所以董事長 那你可以講 既然都會區 以台北市或是台中市 他土地一直不下來 不下來又買不到大塊的 你們不可能去買兩三百坪的那種土地 或是三五百坪的 沒有經濟規模 那對創意家的行銷也是一樣 會不會開發商考慮 我們不是要衝走啦 就是說因為分散風險的部分 聽說您永到越南去考察 這個是不是會投資海外的普通產 甚至在那邊推案 有沒有這個考量 我們三年前就開始做國外投資 這個是其中我們的一個選項 就是到國外去考察不動產 那我們現在在馬來西亞的基隆坡 也有投資一個案子 不過那個案子並不做零售 那個案子是將來要做Service Apartment 就是飯店的經營 先見後送嗎 沒有 就是不是零售的 就像我們的旅館飯店 旅館飯店 經營去經營就對了 對對對 那越南我們也有在考察 對一個建商來講 不是分國內、國外 你總是要分散你的風險 你總是集中在一個地方 當你那個公司到了一個程度了以後 你就會diversify你的業務 譬如說有的人去投資飯店 有的人投資物流業 百貨公司 有人投資物流 因為這最主要都是在分散說一個建設業 因為建設業本身是一個案子結束 就是一個案子結束 另外一個案子就是新的一個案子 說真的是比較沒有我們叫做基礎 像說你蓋一個工廠 你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賣 那房子不是你找了一塊地蓋好以後賣光了就沒有 你要從頭開始賣 所以它是比較不穩定的 所以通常建商到了一個程度 他就希望去追求一個比較穩定的收入 或者是把風險能夠分散 國外的投資也是一種分散風險的方式 代銷、會、創家、會去接海外的案子嗎 應該不會啦 目前沒有這個考量 因為開發商不會讓你去接啦 不會跟開發商沒關係 台灣的開發商可能就呼呼啊 台灣很好啦